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V小Pete 今天呢 是7月2号的礼拜二 下午的4点30分 那我在自家的附近这个小公园那里的草地 有一个足球场来的 很空旷的 那我就在这里呢 就坐下来 因为现在这个加州阳光还是特别的晒 特别的晒 阳光很充沛的 一直到6点钟还是阳光特别厉害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在树下面这里坐着 也挺不错 这比较凉 虽然是外面比较晒的 大家都看到比较晒 但我坐在这个地方呢 第一次坐在草地上跟大家聊天 这个操场很大 后面的很多那些小朋友啊 在玩那些橄榄球这类东西 那我呢 我们华人呢 来到美国来说呢 真的是地大人少啊 所以你到什么地方坐 说什么话呢 就也没有人去看你 那你自己呢 爱在什么地方 不要妨碍别人的打扰人家的那种自由 那你自己也是得到自由了 都是这样的 那我自己呢 就算着呢 今天呢 就坐在这个草地上呢 跟大家呢 分享一下呢 海外华人那些事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南美国呢 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呢 就好像像我这样的 就是在大城市过来的 另一种呢 就是福建的人 应该不是两种人 是三种人 还有一些呢 也是中小城市 乡村的也有 但大部分呢 就是来自于大中小城市 这些人 就因为这些人容易签证 容易签证 你要民工的话呢 确实是特别难签证的 嗯 就是 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能够真正在国内能够干活的 干的体力活的人呢 比如国内的煤炭工人 还有那些搬运工 还有那些呢 就是搬家公司那些 那些农村的人呢 他们确实呢 力气非常大 就算没有力气 他们都是干体力活 也能够 就是说能够吃苦耐劳吧 任劳任怨 从来不会说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人 反正就是挣钱啊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 嗯 要改变自己的身份 只想呢 就是挣点钱啊 寄回农村啊 过自己的小日子啊 他们的想法是很简单的 啊 他们没有什么一定很大的追求 啊 他们也不会说要留在什么城市里面就挣钱 就就寄回去啊 然后呢 就完成任务啊 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这批人呢 签证是没有什么条件签的了 因为你要来美国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工作单位 而且你那个户口啊 也要在城市 要是你不是大城市的话呢 就一般的小城市 嗯 那都是勉强签证还是可以的 那现在最好签证的当然是北京上海啊 广州啊 深圳啊 这边的这些大城市啊 他们相对来说呢 就签证比较容易 而且你要是有一个好的单位 嗯 比如公务员呢 政府部门啊 税局啊 这些系统的 反正是银行这些人呢 随便来美国签证是非常的容易的 那基本上 你就是你手上没有多少存款啊 都没问题 哎呀 你就算没有房子 没有房产都可以 因为你有一个公务员 或者有一个铁饭碗 他们觉得呢 你呢 就不会来到美国不回去 啊 还有呢 就是因为有家 家庭嘛 啊 那人家也想不到你会 哈哈 抛开家里的妻儿老小 来美国呢 就留下来 啊 所以这批人呢 也是非常容易签的 嗯 那签证呢 之后呢 就可能来到美国了哈 看到美国的真的是空气好啊 确实挺舒服的 那有一些呢 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呢 就想让自己的孩子呢 能够在这里的受点教育 能受教育 那个孩子呢 要是读书 留学呢 可能很多钱 而且呢 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供他们 去美国这边读书 留学 因为在这里留学呢 一年呢 都要二三四万人民币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哪怕你在国内的单位怎么个轻松 但是呢 因为这笔费用呢 确实是大 所以很多人呢 就放弃自己在国内那种悠闲的工作 或者悠闲的什么 一切呢 都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呢 着想 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呢 会突然的就想 呃 为自己家里的小孩争取一些机会 所以他们很多人也选择了 就来这里呢 转换身份 希望能够顺利的通过 顺利的通过转换 那有了一些 有了绿卡之后呢 那呢 他们呢 就会把这个小孩啊 老婆啊 一起呢 就申请过 过美国这边 啊 然后呢 这里呢 就读书呢 那很多小孩呢 还不到十八岁啊 还是很小的时候呢 那要是低收入之类什么的 那他都可以 在这里呢 可以免费的去读读书啊 这样了哈 但是免费的东西呢 关键就是你的收入啊 他们就这样呢 结果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申请这些转换身份的一些 一医医 一些事情 那当然很多人也很顺利 来这里两三个月呢 也能够把家里的小孩 拿到这里 好了 这批人呢 本来呢 就在国内呢 就是也有一个好单位的 呃 钱不多 两三千四千 或者什么样 但是呢 他的工作环境非常之舒服 所以呢 基本上上班看看报纸啊 就可以了 有真的大家 我讲到这里 大家也会知道了 特别在一些国营单位 或者子体 子体所有制的单位 这些都是 不是私营企业 所以呢 上班的时间呢 大家都是主人 虽然还是有上司 还是有领导 但是这个 本来这个工作性质 就不是性私人的企业 那这批人来到美国之后呢 那他要重新开始 那呢 从做办公室的 一下子做到了 这个用体力干活 用体力干活 因为在国内 他没有干过那个体力活嘛 那你在这里 你要做装修了 你要打杂了 你也变成了 就是在国内 你还是挺高向的 挺高向的职业 那起码 不是民工吧 也不是那些 伺候人的活吧 那在国内呢 那确实是挺什么的 但是呢 来到美国之后呢 那他的一切归零了 不管你大学生 不管你怎么样 你学了多少个学位也好 什么电工证啊 什么 什么汽车证啊 都是一切一切都是作废的了 要重新 来这里啊 要重新考车牌了 怎么了 所以呢 那就是干的事呢 就是伺候人啊 比如做按摩啦 跟人家粘 就是粘脚子啊 粘脚的 什么什么的 这些呢 就是在国内 他们重来的 就不可想象 要做这些东西的 而且呢 做厨房也不是炒窝 还要洗碗碟的 那你说要是 他是平时在医院呢 有一个好单位啊 一个医生的 组织医生的 来这里变成了一个洗碗的 或者做了一个下沉的 或者从来也没有干过什么装修的 来到这里 那他要做这些活的话呢 他就觉得很累 本来他们在国内是从来是熟像 轻松的 上班的 体面的活 来这里呢 他突然的变成了一个劳动阶层 劳动阶级 国内呢 都是 大家都要塞进那些好单位 轻松活啊 这个东西哈 混混饭吃啊 那来到这里变成这样 他就很难接受这种 这个精神上已经受打击了 精神受的受打击 但是你要来到美国的话呢 你不干活的话呢 那你基本上是 没办法生存的啊 因为你本来不是富裕的人嘛 嗯 在国内还好一点 生活条件还好一点 什么都能够应付也应付一点啊 嗯 但是来这里呢 就没办法 你得干活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呢 就开始呢 学习装修了 慢慢学了啊 那你本来你就不是干活的料嘛 那跟那些老板呢 那老板一看你这个人 不是干活的 或者手满脚乱的 那当然他不会开心 他会给面身你看 所以这个也也也就是这些人呢 就非常难受啊 另外呢 在那个什么那个打杂也是 那打杂他 我听说以前有人说啊 以前有一个公安局的什么呃 呃 人 在国内也很很什么的 但是他来到美国之后呢 他也变成了打杂的一个最底层的人 他是这样 说自己在国内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个也 无从考究他是真是假 反正就这个其实也一点很正常 因为不管你在国内做做什么啊 局长也好 什么科长啊 处长也好 你要是真的来到美国呢 啊 你经济条件不多的话 你就要啊 从洗碗开始了 就这个这个就就就就没办法了 那那那那那这种事吧 所以他在这里做呢 就确实呃很很辛苦 这这这这这个人做事 好了 这个刚才我说 所以呢 他呢 可能呢 就觉得很累 觉得很惨啊 就晚上很多人说在这些移民呢 非常的惨的 就是这批人 因为他们在国内是 已经几十年了都是打那些 阿爷公就是国阴公啊 呃 子体的公 所以来到这里不行 而另一种呢就是福建的 那福建呢也不是说大城市啊 也不是说厦门市啊 就是呢也有一些常乐啊 那些那两个地方的地方呢 他们他们几百年前都习惯了都是去海外谋生的 那这些人呢就就出来啊 他们从小也不就是大人呢一个风气就说就不能够就不用读书 就学英文就行了 那他们呢都是想想到海外去的无论去什么地方反正你一个家庭要是没有人出国的 那这个家庭在在那条村呢那就给人看不起的 所以家家户户的人呢 他们呢都会呃 男的一定要送送出国内 女的也要送出国内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因为这个这个福建呢 这些人呢就是 离开了 中国就不会回去了 所以呢这个也成了那个黑名单了 那个那个签证的黑名单 呃 唯一的 这些人呢 只能够做什么呢 只能够要想办法出国了呢 就是大家也明白什么道理了 他们呢就是 嗯 偷等一 诶 偷渡吧 发现怎么样了哈 就是要要靠这个大概要五五六十万人民币啊 这来美国要辗转很多国家 最后呢最后呢才能够来到美国啊 有些还不来不了 冒着生命危险啊 什么在在船上出什么事啊 这个都是什么的 那这个就我今天的分享不不不不说他们 那这这笔人呢 他们欠了一屁股债 那欠了一屁股债就怎么办呢 他们就就就就来 来到美国了啊年轻了哈 人家家里也没说过苦 但是那个那个那那股债要还的哦 这个你还不上可 可是在国内是很麻烦的哦 你等于是高利贷高利贷啊 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那个资金是滚滚滚滚滚的哦 啊那比如60万你你要是你一天不干活的话 那个那个有利息的啊 这不得了滚滚滚滚 所以他们有些福建人呢 他们要是半年内 不要说半年三个月你不干活 你基本上很难还还还那笔钱 还不了那笔钱就惨了 家里也遭殃啊 你这里也遭殃 那个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呢就每天呢就就去福建人的 开的那些制作餐 就是说这不费店那里呢就干活 他们的工资大概呢 都有应该有2500吧 因为他们老乡之间呢 他们也会帮自己的人 好了这批人呢就不停的干不停的干 一直干三四年 就把这五六十万人民币给还了 还了之后呢 那开始又干三年 又挣五六十万 挣了五六十万之后呢 好然后讨老婆了 讨老婆了那也要钱的 我福建人女的要钱了 他们估计的彩礼要20万 嗯那就是打工这笔钱 然后就给了那个彩礼之后 然后啊那吵老婆之后 那吵老婆也是吵福建人嘛 哈福建人女的嘛 那过来那继续的 不停的干活 好了干了干了 因为他们已经这么多年来 来已经习惯了这种 勤劳啊 耐苦 所以他们已经觉得干活是天功地义的事情了 他们不会想到什么要享受 嗯他们也很省很省吃俭用啊 不舍得吃啊 然后呢熬熬了大概有十年吧 他们就会开餐馆 而且他们开的餐馆呢是可以互换的 比如我是老板的你是打工的 当你你想做老板的时候 那我可以把这个店一样给你 那我同样我也可以跟你当当工人 他们就是说工人跟跟老板 大家是福建这个常乐的 那可以互换的啊 你今天你可以做老板 我我我我可以把我这个店卖给你 然后我跟你打工啊 所以他们是所以福建人在这里呢 在全美国来说呢 他们也是开了很多店啊 开了很多店的 所以当老板了很多啊 也挣了不少钱 那他们也把这个钱汇到自己的家乡去 就算人不在的话 一定要在他们那边呢 要起起个好起个豪宅 那要这是一个 钱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你在国国外 你你你去了国外 你你在家乡里没有一栋好房啊 盖一个房 那你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是没本事 而且有有如祖宗的 所以他们呢就在这里打拼之后呢 他们就舍得拿这个钱回回国内盖 盖那些别墅没人住 但是这个也是光中药主的 所以他们很兴奋很兴奋 那这些人呢就不像我刚才说那类人 就是说从来没干过活的 哭完来到美国 哎呀收一点累 像我收一点累啊 都不行的 那所以呢就 所以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 所以很多人问六七十岁的 还在还在那个餐馆那里干 问他们累不累 他们说什么累啊有什么累的 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累这个话 他们也知道命运啊都是要靠干活啊 不要天真呃做白日梦 我只想干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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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挣钱挣钱 然后当老板啊然后把这些子女啊后代啊全部拿到海外去 那就已经是等于光中药主的事情了啊 所以他们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思维啊 他们没有想到我要做什么董事长啊 我要做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真的是用自己的体力去埋头苦干啊 但是也很多也熬不住也不知怎么死去了也没办法 有些连身份都没有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也有很多啊不幸的事情 但是啊嗯 倒是没有登登他们的什么事情哈 这个也没讲哈 但是很多很多都是熬熬了 都是出了问题的 但是不管你出问题什么问题都好 但是他们的他们福建人的概念就是能吃苦 所以他们从来美国就是天堂 到了美国就是一种光中药主的事情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苦哈 那这批这批人他觉得 而且呢有时候呢 我也发现有这个现象 要是要是他们福建人他们来的偷偷还没有身份了 他们见到那些能够签证来美国住在家庭旅馆的人呢 他们都都抱着很就是什么呢就抱着一种羡慕的眼神 你怎么来美国的你怎么来美国的 你说我是签证了合法的来美国旅游的 哎呀他很羡慕 因为他们没办法 他们没办法签证过来 他们只能够靠啊 做错 走走那条路啊 也不叫讲就叫偷渡那条路吧 所以他们要花五六十万才来得了 原来五六十万 他们都能够挣钱 那你说美国好不好啊 你说 所以你就讲不过去了 为什么人家干了十年 能赚了几百万人民币啊 为什么 另外那批人呢 就是在国内有好单位的能够合法来美国 为什么就做不了大事情了 就关键就是这个肯不肯干活的事情 你不像国内国内要走关系的啊 有门路的 有门路啊 认识什么市长省长啊什么 那那你就你就坐在那里 直升杯机你就可以升官发财了 是吧 这个是很很简单的道理了 那那些公务员的话 小职员呢 他们没有后台也不会插鞋 不会插老板的鞋 不会插领导的鞋 那这批人呢 他又想看见人家那些投资移民啊 那些又出国送儿子去留学 他自己也有一个胖米心理不平衡了 那他也会将这些孩子自己来这里 然后申请转换身份 将孩子过来读书 那这样 所以呢 在美国有这种很普遍的种 那我刚才讲了这三种人呢 那就是各有各的那种什么 所以真的 来美国呢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 大家可能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电影啊 就是纽约的话 要是你恨他送他到纽约 要爱他也送他来纽约 这个是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啊 但是矛盾也没问题了 这个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 所以那个美国的美国是不是天堂和地狱呢 那就看你的理解 看你本来在国内你是什么阶层 什么什么的 要是你从小都熬贯苦了 家里很穷的话 那你根本都就只能要靠干活了 那就能挣钱的话 那他来到美国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思想上不会想那么多东西 就是努力的去干活就行了嘛 所以他没有那么那么复杂的 所以在网上说那个很惨 有那么多惨的事情呢 大部分惨都是在精神上面惨 因为我没干过活嘛 你要叫人家干活你怎么样 像我这个没没干什么活的人 你叫我来美国你你你你这样这么累 那肯定说是惨啊是不是啊 哈喽哈喽今天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今天呢我就坐在这个 刚才坐在这个这个草地 那边呢就跟大家聊了一下 啊聊了一下那我又回家了 我今天呢本来呢就是在家里呢 读那个大货车那个那个考考试题的 那在家里的就就已经就已经就看出看累了 那我也不想在家里做视频的话 那不想在家里做视频的话 那我在在这个地方做呢也是挺好的 所以所以也是是是什么的 啊毕竟呢外外面的环境呢就就非常好了 对吧啊刚才坐在草地上 现在我现在我也走路慢慢我我我我我会我拿拿车去 拿车了 哈哈哈哈哈 这又是哦那个那个超长啊 哦那总之啊 聊了这么多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 关于这里的事情啊需要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也不要说得太强了 因为今天上一集的视频的时候 我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了 我看了 哇 这个半个小时 有没有耐心听我讲那么多 那没问题 有时间看也可以 没时间看也可以 那你不要也可以 不要看也行 反正就这么 只不过我们海外的华人在美国来说 就有时候也想去分享一下那些事情 是吧 哎呦 嘿嘿 那下集那个视频之后 那我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聊一聊 今天就可能也有半个小时吧 这今天我拍的视频 就就就两集来说呢 就就有一个基本上有一个小时 已经这么长了啊 那那下次呢 我自己的事情搞定的话呢 我会带大家呢 去去外面那些风景区啊 也是用这种方法 带他们去去那么地方玩一玩就行了 好 现在咧 我就 我又拿车 让我要回去了 OK OK 耶 哦 这开车先 哦 上车先 来 好 嘿嘿嘿 耶耶耶 OK 哦 耶 哎呦 哎 啊 就这样了 哦 拜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